有一些人说师父 说容易放下容易 但是做起来难了 对啊 我没有说修行难 修行很容易 如果修行容易的话 释迦牟尼佛不可能 这么多年修行 经过这样的大的磨难 考验 最后证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他也经过很久 如果容易的话 阿弥陀佛不可能经过五节 才把阿弥陀佛西方其他世界建立起来 然后供养给十方一切众生 如果容易的话 地藏王菩萨不可能 五量节以来生生世世都在发大誓愿 为什么要发大誓愿 因为众生太难度了 太刚强 太顽固了 所以不断地发心 不断地去发愿 但是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我们这一生当中 对于这个世间 你要不要过于执着 要我们从内心的去放下 就是让你去学习 学习什么呢 当你面对这个 我们所讲的 佛长讲讲 我们人生是五场 生死是五场 当你这个面对这个无常来临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知道 无常随时都会来临的 在五分钟一秒钟都可以随时来临的 当你面对这个无常来临的时候 你那个心才不会这么痛苦 很多人在念佛当中 诵经感觉修得不错 当他面对事实的真相的时候 放不下 看不破 都是被这个境界而所转的 很多人 你说 好 我今天我放下 我今天我念佛念的不错 当你遇到这些无常来临的时候 你能不能面对他呢 有时候我们很多 进阶来的时候 都是在造业 都是在执着 都是胖不下的 那 你想一想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一个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为什么这么苦 就像什么 像乌龟 脱壳 活牛 剥皮一样 为什么这么苦 他放不下呀 太过于执着 这个身体是真的 这个身体是他的 所以他放不下 所以他很苦 苦到像这样 乌龟 活生生的 他的壳 脱掉 一只活活的牛 活活生生的牛 活生生的牛 皮马脱皮了 剥皮了 你说他苦不苦 很苦 很痛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 你回头 中文股资 叫我们要回头 那依靠什么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张 我老师 我老师 那颇